Create Contact Menu Select就没必要打 Create Option Menu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Activity启动的时候 它的这样一个生命周期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Log 看到没有 Start了 Resume了 我们的那个没打出来 我再看一下 猜单那个被打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猜单没被调用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按一下看一下效果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没有被调用 按一下 OK 在按下去的时候去调用 按Create Option Menu 也就是说不是在我们启动的时候去按 而是在我们按下去按Create了 然后直接就把它显示出来 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 就大家跟我一块去做这个实验 但是为什么没有 onCreate Contact Menu 没注册 为什么要注册 你在自己做设计的时候 应该注册到 你应该把它注册到每个上边 对 对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所有的都不用注册 都显示出来 那一按的时候 就是 会不会很乱 对 各有各的 对啊 而且 而且允不允许一个注册多个呢 一个View注册多个 那怎么区别 我没去做实验 大家下来可以做一下实验 我觉得 我觉得 从代码上你是可以这样写的 它可能会替代 会覆盖 对吧 好 我们来注册一下 没有注册 我们在一开始就给它注册上 Register For Contact Menu 给哪个View呢 Get thisView 我们当前这个ListView 我们来看它一再提醒我们啊 这些 如何去建立它 实际上它也是用的E-flat 实际上它也是用的E-flat E-flat E-flat是比较简单的 在这里的话 它应用程序到时候会 会调用得到我们的Adapter Contact Menu Info 包含了 你看它这个对象有一个好处 包含了我们的ListID 就你选择那项的ID给你包含了 这样子 你是不是可以做的工作就少了不少 不然的话你想象一下 我们真的到时候在用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随便点一个 但这里没有出发什么事件 至少我们的菜单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的菜单长按 已经出来了 如果你想让它能够单选或者多选 是不是也很简单 是不是我们再去找那个属性就可以了 这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事件 如果按照以前的情况 正常情况下 如果说我们的那个Select里面 传的参数 那个Item不给力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点了之后 我们要自己在这个Activity里面 通过一个变量去记录你点到哪一位 然后你再点了具体的方法 比方删除或者编辑 再取到当前这个索引 然后再去编辑 对不对 这个也是可以实践的 对吧 但是他说他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式 那我们就尝试一下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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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Item呢 我们看一下它有哪些 Get 什么 GetItemID 这个ItemID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把它转换一下 把它转换成 把它转换成 我看一下 我们MissView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我会叫AdaptView的 应该是AdaptView的 AdaptView里面的 AdaptView的 AdaptContactMenuInfo 找 ItemID 得到我们的 Menu信息 转换一下 ItemID ItemInfo 里面 它说了有我们的一个ID 有我们什么ID呢 我们看一下 The rawID of the item for which contact is being displayed 行ID 这应该就是那个Persession的信息 这应该就是那个Persession的信息 是吧 我们打一下看一下 我看一下 啊 Persession是索引 这个应该是名称 这个应该是那个名称 对吧 好 我们用这个Persession Persession 这哪子 这不算了 这哪子 这不算了 这不算了 加上 ItemInfo 点 Persession 反正 今天主要就是操作活 讲的不是很清晰 大家 跟着我动动手吧 好 我们看一下 这看 好 这是 家里面 的 是 OK我们就得到了 刚才就是第二行 再点一个 第三行 确实就是这样子 这样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操作它了 当然你要 你要看我具体的 我现在这个里面去点了哪一个 是不是我们在这里头 也可以去找一下 我们这个itemid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到底是点了哪一个菜单 对吧 把这个id和 和另外一个rowid那些去分开来 OK 这就是我们menu的一个介绍 就这些内容 好 下面我们接着 其实menu内容还OK了 然后 比较简单 关键是多用一下 复杂的就是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你要重新自己去实现这套menu 你会怎么样去实现 那么本来想跟大家讲一下action bar的 而且action bar在3.0之后 跟我们menu 会有很多结合的地方 但这个也是在3.0之后才用的 我们现在就先不讲 而且我机器上也没有这个sdk OK 我们说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第二个话题 对话框 那么对话框这块 我主要是要跟大家讲两块 一 怎么样来实现一个对话框 普通的对话框 那么 就以我们alit对话框 和progress对话框为例吧 progress对话框 大家可能用的也比较多 然后或者就以alit对话框为例吧 我怕来不及 progress 大家可以自己下来去想象一下 然后 第二 就是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去自定义我们的dlog 这块都讲了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原代码的这样一个分析 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一下 dlog 我们看一下这块 其实它讲的也很清楚 但是我 我们可以通过看它的原码做一些总结 我们在这里面的dlog的话 系统提供的dlog主要就是这四个 一个是alit的dlog 主要是做一些声明啊 对话框的提醒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是progress dlog 这个是data picker的dlog 日期啊 就是进度条 这是时间 这样的一个dlog 这四类的dlog 那怎么样去显示我们的dlog呢 它也提供了我们的一些方法 也是一些重载方法 activity给我们太多的东西了 它也给我们一个回调函数 叫uncreate dlog 然后在这上面去定义好你的dlog之后呢 直接调用activity里面 有一个show dlog 直接就把它显示出来了 但是我不喜欢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万一我记不得呢 我告诉大家 还是类似于我们刚刚做的那个实验 在我们的manual里面做的实验 我们再去做我就不听它的 我要看看 看正常情况下怎么样来实现 好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顺便看一下这个dlog它的类 我们先看一下dlog和alette dlog 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们的类结构 OK它也是继承 直接继承我们object 那么它实现了很多的接口 什么key event dlog interface 还有create菜单 这些 那么 alette dlog 当然就直接继承于我们dlog的 直接继承我们dlog的 而我们后面说几个dlog 居然都是直接继承 再继承于我们alette dlog的 所以我们就在想 我们到时候自定义的时候 自定义dlog的时候 你既可以直接用dlog 也可以用alette dlog 都可以 对不对 我们就先来实现一个最简单的alette dlog 我们最简单的一种做法 我们再想象一下 我要去见个dlog 我是不是先去拗它一下 那么 在这里我们正好 我们要用到一下 用到一下我们这几个对象 这个叫什么 i let dlog 这个叫 custom dlog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用一个时间 用到我们list的item click 如果position 等于零 对不对 就是我们第一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alette dlog 那按照正常的方式 我们就在想 我肯定是这样子来玩了 new一个alette dlog 对吧 我们new一下呢 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它没有构造函数 或者说构造函数我们调不到 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找一下alette dlog 找一下它的构造函数 看到没有 它是有构造函数的 但是构造函数是什么类型啊 protected protected 我们作为外部 我们是不是就调不到啊 只有它内部的方法 和它的子类 才能去调得到 对不对 它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再往下找 看一下它下面有一些什么 我们还找到了 它有个内部类 叫builder 我们看一下这个builder 有一个create方法 返回了一个这样的对象 好 那我们大概就猜到怎么去做了 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样吧 我们先给它create一下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里头有个builder 我当然要new它一个 这个是要new一下 上下文传给它 menu test list create ok 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样我们到了我就建立了 这个是不好记啊 太复杂了 就好像我们前面是不是也有什么stream builder standable builder 对不对 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地方 但我的脑袋还回的 还没有特别晕 我们在设计模式里头 在我们设计模式里头 23种经典的golf设计模式 就大家下来有兴趣的去看一下 有机会我也可以推荐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 设计模式分为三种 其中最第一种就是我们的构建型 构建型的设计模式 就是如何去建立一个实力 或者建立一个对象的设计模式 这里 而这里面无非就几种类型 什么类型呢 一个叫我们最常常被考到的singleton 单件模式 对不对 还有什么模式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builder 构建这种模式 还有什么模式呢 还有factory class factory 类工厂模式 还有abstract factory 抽象工厂模式 抽象工厂模式跟类工厂模式差不多 还有一个叫什么模式呢 portato portotype 原型模式 原型模式 比如说不好意思 状态不好 原型模式 那么我就告诉你 一般呢 你见到一个类里面有一个什么instance这样一个方法的 你就想到这会不会是一个singleton这样一个模式 当然这个名字是可以改的 这些方法名称是可以改的 随便改 然后你只要见到是什么呢 只要见到是个clone 你就会想到是不是原型这个模式 你只要见到create 或者见到有一个builder这个词呢 你就会去想是不是一个构建这种builder这样一个模式 好 那么就无非就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什么时候我们会想起来它呢 当你想去见一个类对象的时候 你拗了半天 你发现没有构造函数的时候 你该考虑这几种方式 你就得去考虑 肯定它在这里头用到了设计模式 是哪种呢 我们刚才毋庸置疑的已经猜到了 是个builder 对不对 好 它为什么要用builder这个模式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builder这种设计模式 何时用 当一个对象太复杂 太复杂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设置它的title 我举个例子吧 我们今天不是那个神八 神八跟那个什么东西 天宫是吧 跟天宫亲密接触了吗 他们讲个笑话 神八跟天宫 亲密接触标志的中国的 这个汽车追尾级数 是一略睫毛的 OK 这个一开小玩笑 那么他们这样子追尾了之后 那么就拿我们这个过程中 你知道它在设计的时候 是有好像是有180多个探头 好像几百个感应器 然后就为了完成这个追尾动作 然后反正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些过程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它有这么多的对象 对象又有那么多的不同的属性 对不对 我们就要去设置 那么如果 好嘛 我们很喜欢 以前我们很喜欢在new的时候 在构造函数的时候 把属性传进去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头最起码是追尾的时候 我们要传的是什么 传这180个探头 他们当前的状态 那你是不是要